近来由于币夹的涨幅 已经淡出玩家视野的挖矿 近来又被重新提醒 再加上固态的涨价 很多原本准备在等等装电脑的朋友 最近开始有些急了 首先我们先来说显卡会不会大涨 个人观点还仅供参考 我觉得不太会 虽然中高端显卡像4060Ti 4070 4070 Super 确实已经有百元左右的涨幅 但我认为首先这一次显卡挖的币 叫做KLS 是一个小币种 再者目前哪怕你挖这个币 鬼本周期大约也是要9个月 这样一个回报率是完全不足以 导致大规模囤卡去干这个事 且目前主流型号的显卡 和高端显号的显卡 价格该多少还是多少 几乎没有怎么变化 所以今年准备买电脑的小伙伴 该涨还是涨 没必要过度去惊慌 第二个呢 最近很多朋友也都在问 2000元价位的显卡哪一涨 性价比最高 今天我们就来就这个事 研究研究 就管2000这个价位 全新在产的显卡型号当中 主流的就是AMD6750 G21 12G NVIDIA的4060 8G NVIDIA的3060 12G 6750 G21从发售开始定位非常清晰 2200左右的价格 就此冲着4060 8G去了 但对比经典甜品3060 12G 又贵出了接近200块钱 而4060 2399的价格加上 8G的显存 多少让人有点憋虚 所以这个价位 选卡纠结也是能理解的 首先呢 我们就先来从参数上分析一波 具体参数如图所思 整体上 6750 G2112G在制造工艺 加速频率以及显存频率上 都要比3060 12G高出那么一点 但与4060 8G相比 在制造工艺和核心数量上 是不占优势的 并且因为6750 G2112G 是上一代RDNA2架构 功耗方面也要略高一些 但12G的大线存和192比特的位宽 在大型游戏里表现肯定是更加稳定 至于是不是猜测的这样 我们直接来看性能实测 本次测试平台如图所示 首先3DMark上理论分数和温度的表现 经过实测的结果6750 G2112G 在TimesPi上的分数 基本都是要远超其他两个 具体分别高出了16%和39% 而温度测试上面 6750 G21平均温度要比3060 12G更高 与4060 8G保持持平 这样一个跑分性能 在游戏当中又会有怎样的区别呢 在ipex里 6750 G2112G的帧数 在200-220帧之间 比4060 8G多出了20帧 比3060 12G多出了40帧 在2077里面三者的差距就有一些微小了 实际游戏性能力 在静止状态下 6750 G2112G和4060 同样是80-90帧左右 比3060 12G多出了10帧左右 而在运动状态下呢 三者几乎相同基本 稳定在60帧左右 这里可能有小伙伴就要问了 这运动状态下这么低的帧数 游戏体验还能保证吗 可以说面对2077这类大型游戏 3060基本就是已经嘎了 但4060和6750 G21还有的救 毕竟他们有自家研发的DLSS 3.0和FS223插针技术 由于DLSS 3.0 我们已经给大家科普了很多次了 所以这次简单给大家聊一下MD自带的FS223 FS223不仅仅是一项功能技术 它其实是一套集合了多种技术的全方位解决方案 其中最关键的核心技术平滑运动帧 这项技术与隔壁的DLSS 3.0就非常的相似 它可以在每两帧画面之间自能插入AI生成的一帧 从理论上实现性能翻倍的效果 FS223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不太吃硬件 比DLSS的兼容性更好 目前已知的N卡核20系列以及A卡5000系列 都能使用FS23的全部功能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FS23主要针对的是运动场景进行优化 对于近代场景性能提升并不明显 接下来我们还是在2077里比较一下 FS23开启和开启后的区别 在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开启2077后内部自带FS23优化 平均帧数从80帧上升至160帧左右 OK 经过了以上参数以及跑分和游戏的对比 以上这三张显卡你会怎么选 那我就简单讲一下我个人看法 如果说你看中性价比 那6750 GRE这一张显卡无疑是这三张当中最具性价比的 比4060更低的价格但比它更大的显存 以及三张显卡当中最好的游戏表现 6750 GRE这张显卡确实在2000这个价位里非常的亮眼 当然如果说你只想选择N卡的话 虽然3060 12G在三张显卡当中价格确实最低 且也是拥有12G的显存 但毕竟是上一代的产品在技术支持和性能上是有所落后的 所以更加推荐4060 OK 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还请长按点赞一键三连支持一波 如果有不同的想法看法或者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半步留言讨论 我是钢蛋 我们下期再见